高雄市预计从6月份开始要启动捷运轻轨第二阶段的工程 预计将会带给地方交通不小的影响 以三民区而言平常车流量就相当大的大顺路段 该如何因应呢 市议员要求市府相关单位提早做好妥善的规划 顺利度过交通黑暗期 环状轻轨工程第二阶段即将在6月份启动 市议员黄湘淑针对三民区大顺路 可能因为施工造成的交通影响冲击 要求捷运施工单位加强和地方民众沟通宣导 降低因为施工影响民众生活品质 但是未来在施工以后会变成 只会变成说就是单边各两线道 一线是我们的快车道 一线是我们的综合道 所以未来我们在交通已经这么拥盛的状况之下 如果我们做了捷运 我们做了环状轻轨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办法去能够附和这么大量的 我们的交通拥塞的状况吗 现在的家庭中间他们还在做 预计四月份他们就拿出来 拿出来后我们就先抽搏先看过 不是他们拿出来就尊重了 我们会同交通局相关的部分先出步先去探讨 那这一部分探讨完之后我们会加速 然后接下来就要跟民众沟通 同样受到工程影响的还有凤山铁路地下化工程 市议员刘德林直询交通局 面对一再延宕的工程何时能完工才能还给地方安全的通车环境 它那个部分长期造成的一个 尤其上下班的一个车辆的一个拥塞 跟整个的车祸的一个平传 这部分是不是能够先行把它做一个平面的处理 谢谢议员的关心 有关这个铁路地下化完之后 这个沿线它所经过的立体交叉的部分 我们有分成几个阶段 只要是能够配合工期 它就会把它拆除 刘德林指出 受到铁路地下化工程影响 不但民众通勤不方便 车祸意外频传 民怨高涨 希望交通局加强重视施工骑程 别再让预计完工的时间又再度延宕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